好可怕!你知道有什麼感覺嗎? 啊~~ 好可怕!我還沒交男朋友耶! OK!來囉! OK! 好啦!今天要跟一個正妹 然後一起去高空彈跳 順便問一下高空彈跳這個職業 到底要怎麼賺錢 然後還有什麼特別的Mega 高空彈跳的這個教練 到底會不會因為看到別人尖叫 而興奮的感覺 然後邀請到一個正妹!這邊! Yee~~ 嗨~~ 要怎麼叫你? 我是正妹 你完全不緊張 對啊!完全不緊張! 那你會怕嗎? 不會! 等一下看你表現喔! 好! 看你多快下去喔! 就是有一種重生的感覺 好!剪掉! 真的! 你知道! 你不覺得高空彈 сказ有一種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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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女孩子犯的 因為剛剛有一個白癡一直在跟我講 就叫她對鏡頭講好了 跟大家講故事好不好 就是呢 我在東區 有一天我走在東區的路上 有一個被一個人搭訕 他就是一個人 然後呢 你要聽啊 你要聽 我在聽啊 幹 開車啊 我就是騙他說我是第三星 結果他一直不相信欸 對啊 更興奮 他完全不相信 我就說我要走了 拜拜 今天我真的看起來好好好可愛喔 欸這是我第一次拿相機欸 我真的覺得我好好看喔 怎麼會有這麼好看的人 不是會戴口罩啊 你有什麼把口罩脫下來在講 啊我就是 啊 我的手機 喔 要先切結束喔 不爛咧 喔 好可怕喔 慢慢的可怕起來 看會很高嗎 我拍錯了 好可怕喔 要怎麼關 那我等一下可以不要綁線嗎 什麼不要綁線 你如果不要綁線 你就不用來找我 哈哈哈哈 超緊張喔 蛤 超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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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緊張的 會緊太鬆 呃 可以再緊一點 呵呵 不要緊張 好可以 因為我怕 我怕忽然那個 好怕 你平常都是喜歡穿這麼暴露 那你等一下眼睛就來放啦 沒有啦 工作需求啦 是為了要 要補一點球啊 要補一點球啊 OK 這個橋的高度40米 高空團跳 除了地點的不一樣 再來呢就是我們身上穿著裝備的跳法 裝備上呢 我們有分 綁腰 綁腳 綁背 這三種綁法 不管是正面跳或是背面跳 它整個在下墜的感受 其實來的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規定第一次 這叫做綁腰往後跳 其實看到它的安全考量在 等你嘗試過以後 你下次來 你想選擇什麼樣的綁法 我們就會讓你自由選擇 OK 我再試一次 只要會扣上去就好 假裝我很緊張這樣 不用演啦 不要這樣好不好 好緊張喔 好緊張喔 Oh my God 他們不是都不會跑 好啦 加油 加油 我愛我嗎 我愛我爸 我愛我家人 啊 我咧 我愛你 喔 讚喔 讚喔 這時候你要愛他不是愛我 你的安全就 等一下 我要躲進去 等一下 我要躲進去 我腳往上走 它很上面那一格 這一個嗎 對 然後呢 然後我們就要腳趕加一格 不是腳趕啦 這樣 好可怕 我過不是欸 啊 走下去就好 好可怕 我現在在製造效果 等一下 感覺不一樣 你走回來 往另外一個方向 好可怕 往另外一個方向 我 你在幹嘛 我繞一個圈了 來 我們這隻腳跨過彈跳繩 稍微再退後一點點 這隻腳 這隻腳 左腳跨過彈跳繩 OK Fine 好 我不敢跳 太快了 要喊一下嗎 如果我不敢跳怎麼辦 不敢跳就回來啊 沒關係 我幫你跳 真的嗎 等一下 我確定一下 等一下我等一下 你先賺到地位再說 手不要抓了 手不要抓了 真的假的 來 婉婷 相信教練 我的腳會抖欸 媽媽 好像我在欺負你這樣 好 我們要好好走 好可怕 好可怕 好高喔 我還沒交男朋友欸 快到了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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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喔 好了 還沒啦 還沒是不是 還沒到啊 好 快到了加油 加油 手能打開嗎 你可以抱著它嗎 抱緊抱緊一點 來 我們來刀鎚 好可怕 好高喔 你先好不好 加油啦可以啦 你差一步而已了 哈哈哈 可以啦 加油 沒關係你如果真的不想 你就回來 你如果真的不行就回來 我想了但是我會怕 會怕是正常 啊 我不要跳 確定齁 來 3 2 1 想一下 要還不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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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來囉 加油 加油 叫出來啊 耶 我就再用摔倒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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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等一下 小心你跑 好可怕 你知道有什麼感覺嗎 是不是有點像 跳樓的感覺 加油 真的會怕你 倒數 5 4 3 2 1 完了 現在反悔 可以反悔嗎 什麼感想 就是三個字 我覺得最可怕的不是 下去那一瞬間 是 彈上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你知道我剛剛在下面我是這樣 好了沒 到底要彈幾次 不好意思啦小朋友 罵太多髒話 可是好 很爽對不對 好舒服 感覺怎麼樣 就很像在玩自有落體 他就是自有落體 我剛剛現在不要累 就是 就是我一瞬間是跑馬 乖啦 啊 好可怕喔 好啦 回去再安慰你 就是一個重生的概念 最可怕的是什麼瞬間 就是在下面 盪牙盪啊 而且 我那個勾勾我還勾錯耶 你說 你剛剛是怎麼樣從 原本不想跳到最後跳 爬上去也是 很丟臉 就大家都會看 就爬上去 最初階的好不好 背後跳 對 而且 而且我剛剛是不是沒有跳起來 我不知道耶 我覺得你只能在專注在 相機裡 相機裡 他說太爽了耶 請問你感覺怎麼樣嗎 太爽了 太爽了 飄飄耶 我是下面夾到很痛 呵呵呵 你是暗示自己比較大的 沒有沒有沒有 就這樣吧 啊 呵呵呵 請問一下教練怎麼稱呼 叫我順德就好 那順德哥請問一下你今年幾歲 今年50 他入行多久 應該有30年 算是從興趣變成一個專業 可以這樣講 可以這麼講 那請問一下你目前的月收或年收大概多少 這個要問我老婆 因為錢都是他收的 順德哥介紹一下 你們這邊的收費制度是怎麼樣 第一次來彈票是3000 跳一次 你就是我們會員 會員價就是1500 所以價格就是1500到3000不等 對對對 彈跳每次我們一個禮拜大概跳一次 然後以人數來講 目前就十幾個人而已 主要成本會落在哪裡 器材 人員 娛樂稅 我在自己的家鄉 應該我有這個技術 我為什麼不出來 服務地方 因為這種東西可以帶動地方觀光 真的 常常我不會去想說 我能夠賺多少錢 很多人的人生清單 其中一個就是自由落體 高空彈跳 十項 人生必須去完成的 進入這一行 有沒有什麼必備的東西 比如說 什麼樣的認證 對不對 你要先有這個興趣 對我來講 三種人而已 打死他都不可能來跳 嗯 跳了 打死他都不再跳 第三種人 就像我們認為 跳了 你會想再嘗試 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跳點 我介於二三種中間 可以跳的點很多 但是 說實在的 趕準的單位不多 好不好 好不好 好 講到這裡就好 講到這裡就好 如果真的想要當教練的 可以來報名嗎 可以了可以了 隨時歡迎 教練你剛剛給他幾分 說實在 我剛才沒有注意他怎麼跳 那你注意哪部分 那我咧 怎麼樣 你還 還可以 還可以嗎 你比他好多了 那種真的不敢跳很久 然後他要回來 也是有 幾乎啦 站到台上我都會注意他 這個動作 哦 因為我不喜歡推動 哈哈哈哈 我希望你不要懶 因為你懶得都 女生會很多 對嘛 對不對 整天在說我 不好看 好 謝謝教練 推廣一下 如果有想要 跳高空彈跳的 可以參考這邊的資訊 旁邊先找個地方放一下齁 人家生意很好啦 早點預約好不好